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次來到中環街市買了一個外賣的海南雞飯 這間是在地上的,叫阿塔坡 其實是一個集團,附近也有幾間賣新加坡的食物 今日的海南雞飯也不貴,68元 在中環來說,68元也算很便宜 我們先看看雞 雞的份量也有很多 上面有些雞腿 下面有些雞胸 份量也有很多 然後我們看看醬油 它分別有三種 先試試黑油 黑油 它不是很稠的 又有甜 也不錯 再試試薑蓉 薑蓉打得很幼 薑蓉 味道也不錯 它有油 又好像多了少許 先試辣醬 辣醬 辣醬是甜酸的 都辣 接著我們試一試雞 先試一試雞胸 先試一試雞胸 雞皮也很足夠羊 接著要蘸一蘸 再蘸一蘸 再蘸一蘸 再蘸到雞胸 先蘸多一點 蘸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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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些了 我覺得薑蓉也要搭出來 放進雞胸 接著試一試辣醬 先試辣醬 我先試一下 醬甲的雞胸也不錯 試試雞腿 雞皮很滑 雞皮也不錯 一咬都開了 也不錯 雞腿的味道很足夠 雞腿的味道很足夠 味道很濃 味道非常濃 先點黑油 今次不要點太多 點少一點黑油會好一點 黑油我覺得今次 像這個 醬油先摘太多 跟雞胸的味道很足夠 但今次黑油我點少一點 跟雞腿的味道也不錯 接著有薑蓉 薑蓉真的太多油 變成你真的不太吃到薑味 這個味道很足夠 這個味道很足夠 我覺得它可以少一點 油的味道更加好 試一試辣醬 雞腿的辣醬也不錯 我覺得雞腿的辣醬 比雞胸好 雞的份量真的很多 而且以這個價錢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好 接著就 試一試飯 飯相對看來 樣子有點乾 很香椰香味 飯相對 咬口也不錯 咬口也不錯 是差點乾了 接著最後 試湯 湯很特別 有兩粒魚蛋 在這裡 說這個是魚蛋的湯 我試一試 都可以的清甜 魚蛋的湯也不錯 這粒魚蛋 也不錯 魚蛋也不錯 今天給我時間 我覺得 這個魚蛋的 這個價錢 這個質素 和份量 我覺得這個魚蛋 真的蠻超值 整個飯是68元 雞蛋的份量 比想像中多 而且質素真的不錯 雞蛋我給了 6.5% 飯相對 椰香不錯 這樣 就要略乾 一點 飯 要扣少許分 我給7.5% 這個湯 我覺得不錯 這個湯 這個魚蛋也不錯 這個湯 我給了8分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 這樣 若然大家喜歡 我可能會在影片 不妨 按讚 訂閱 和分享 按鈴鐺 下次我有新片 大家就在那一刻知道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 請問 請問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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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